开头于1922年的三条岭隧道应不复使用于1985年被除 尘封了近40个年头将在2022年隧道满百年之际 重新开放成为自行车道 快跟着苹果新闻网抢先去看看吧 为了保护当地现有生态 隧道设计团队利用钢筋隔渣高架的方式来规划车道 虽然让施工过程更艰难 但保存下的自然景观却是独一无二 这个案子应该是受到目前很多专家学者认同的做法 就是有环境有限 大家的耕种环境跟生态共存 我们从这边修气站接下来过去整个高架了 所以底下让水继续流 植物继续长 生物继续爬 那我们就是在上面行走 那如果把这个 看不到大家 那个我们认为珍贵 看不到的东西让大家看得到 所以我们整条设计就很低调 所以我们材料用钢 那整个案子一直一样 醉饵也是钢 那个栏杆也是钢 当然跟柏油露比起来 可能大家会觉得舒适度不一样 柏油露超好奇 这个可能会不会东西掉下去卡住之类 掉也捡不到 可是因为这样生态存在 你其实柏油露是看不到生态的 那这一段第一水不学的蝙蝠灶 嗯 哦真的耶 你看这个 一滴到 对对对对 如果一到三种修隧道 这个都会建立 而除了中入石 隧道内也看得到蝙蝠家族的气息 整段自行车道共有两个隧道 分别为1.8公里的三凋零隧道 与110公尺的三爪子隧道 中间以20公尺的小森林连接 旅客可在此歇息 三爪子隧道出去就基隆的 隧道当时我们还没开通的时候 这边是封住的 但是封住还是有水 因为水纹会往基隆合流 所以整个底下都是水隧道 而从三爪子开始 为了安全 需以步行方式牵引自行车 而水隧道镜头呈现的独特倒影景观 也相当适合拍照打卡 幸运的话还可同时拍到对岸的火车 除了这个隧道 我们外面最后一段 还有200公尺的悬壁站桥 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座法 是悬壁钉在沿海 不是落柱 这个落柱就10公尺 你就会看到像一般高速公路 哇大柱子 那个对环境很差 可以把这些树都留下来 然后利用因为树很多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分接 变成说有些地方变座椅 所以人可以坐在林役乡 所以可以坐在这里休息 那等一下看这个树 有些刚好那个树干扑扑 在里面的高层 非常特别 目前车道工程已经入最后阶段 预计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开放 到时候旅人们就可轻堵 这百年隧道 独一无二的绝美风光 comp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